什么样的男生在女生眼里一看就知道没谈过恋爱呢 第一个 大街上那种走路特别快 好像前方有500万大奖等着他的人 不说百分百 但至少90%都是单身 其实从未谈过恋爱 第二个 为失恋的兄弟出谋划策讲的精彩绝论 精心动地 可真到了新上人面前啊 马上怂起来了 第三个 太专情 自己一旦看中就难以喜欢下一个女生 看起来似乎很固执 但和他在一起啊 其实特别有安全感 第四个 嘴上说的不要 心里很想脱单 甚至对学习怎么追女生的视频 很感兴趣 六个 很实在 甚至会把以前的暗恋对象告诉女生 不是因为傻 是因为他对对方有绝对的信任 想要把最好的都留给心上人 想要表达自己的真心 第六个 喜欢和兄弟待在一起 和女生在一起 不自在 典型的异性恐惧症 在兄弟面前为所欲为 而到了有女生的场合 又表现得非常拘束 第七个 好不容易遇到女生 还要带上哥们去 哥们当然不愿意做灯泡啊 于是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 减少失败概率 第八个 有些霸道 要是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严加保护 不准任何人欺负 但是和女生说话 声音就会自动变小 语调变得温柔 妥妥的好男人 第九个 话题收割机 女生刚调起的话题 立马就会被一句 摁哦好的结束 这种情况都发生在 钢铁直男身上 吃饭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虽然安慰人不太会 但常常在行动上很贴心 第十个 会默默关注心上人的朋友圈 以最快的速度点赞 却不敢找她聊天的人 时常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十一个 明明长相不算差 也有不少优点或一技之长 但总是迷之不自信 一和女生对视 就会迅速一看目光 脸还会微微发红 如果告诉她 有人暗恋她 会毫不犹豫的摇头说 哎别开玩笑 第十二个 不懂得如何拒绝女生的请求 什么忙都帮 开水 修电脑 这些小事 百分百完成 但是像挑礼物 或者恋爱建议 即使自己不懂 也要硬着头皮上 像个备胎 其实并非如此 他们只是 简单的认为 男生就要绅士一点 女生有什么请求 都不能拒绝 第十三个 非常看重第一次 希望找到的对象互为初恋 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拥抱 第一次接吻 十四 享受独处 即使没有信仪的人 也不会觉得孤单 追剧 健身 读书 都可以让她感到满足 能把自己自己的小世界 过得自由自在的 第十五个 在喜欢的人面前 表现风平浪静 实则波涛汹涌 太过考虑对方 生怕她不满意 或者不开心 很容易被小时出动 会把喜欢的女生 视为特别关心 各种社交软件 置顶加星标 不想漏掉她的任何消息 第十六个 很容易对一个女生产生好感 可能是聊过几十天 可能是一句两句 和三观的话 也可能是一个甜甜的微笑 一旦戳中了某个点 就会迅速沦陷 第十七个 认为性就是性 爱就是爱 两者绝对不能放在一起 第十八个 阅读理解能力满分 一心随口说的一句话 自己能在脑子里面 琢磨出一篇小作文 第十九 认为有房有车之后 自然就会遇到 真心相爱的女朋友 单纯有钱 或许能获得爱情 但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心 三观契合和内在的吸引 才能够让对方 发自内心的喜欢你 才能走得更长远 我出这期视频 并不是想要鄙视这些男生 觉得他们比较笨 恰恰相反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比较纯洁 内敛善良 是他们身上的这些单纯特质 让他们难以琢磨女生的内心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追女生 相亲 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要帮助你 如果是TNP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 几位机构的最新链方式 拜拜